我昨天收到粉丝的私信 说他一叫起来 整张脸溃疡瘫烂 疼痛难忍 去医院一检查 居然是因为用了宿舍的水龙头死脸 本来咱们在学校就已经过得随生活了 现在就连几个脸都担心水管里的卫生情况 气得我连夜拉着你们那帮老学长老学姐们 帮你们整理了三个 你们在宿舍每天都会做 但是根本就没有注意过的卫生房区 都是知识点一定要记牢 首先就是衣服 千万不要再用公共袭击洗 千万不要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上一个同学拿他洗了什么 再者啊 纸巾 你根本不知道 吃完外卖 随手一擦 肚子难受 随便一拿 这些不注意的小细节啊 都有你够瘦的 据央视新闻报道啊 劣质纸巾不光还有大量细菌 进入口中容易引发肠炎力疾 而且荧光增白剂超飘 甚至会引发皮肤变 但我平时用的这个金花凌柔系列纸巾啊 绿色天然 原生木僵 通过我国绿色产品认证 不含化学复合胶 不含荧光测白剂等对咱们人体有害的成分 不愧自己皮肤可以安心使用 尤其是和我一样 换季容易明明的保持 对纸巾清肤度非常调腻 它这种蓬蓬柔柔 像云朵一样的出版 完全不用担心损伤皮肤啊 不管你擦多少遍 你的脸都不会翻红漆动 而且一张啊 三层厚实 对折柔粗啊 也不会掉些 就算是湿水了 也不易铺 看一下啊 看这个双面立体压榨的勾颜值设计 简直就直出了我的心发啊 而且我有去其他宿舍闹调过 他们好多人都在用这款抽纸啊 马上天邦双十一啦 都过去肯定 别再随便乱用纸巾啦 最后啊 床铺 床铺只爱看挺干净的 但是长时间潮湿 有满重不说 还能成为你和小强共同的小博 系好这个口诀啊 勤晒背 勤通风 勤放张老丸 宿舍卫称很重要 干净整洁靠大家 就宿舍姐妹几个啊 集资买个什么绿水线 然后囤条纸啊 买个mini洗机什么的 就很安全很卫生 愣子干啥 还不赶紧动起来